唐代诗人罗颖在字前中写道 德吉高歌,诗吉休 多仇多恨,义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中国是世界最早的酿酒国家之一 酿酒历史十分悠久 而在这么一个地方 早在宋代之前便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拥有了一套独有的酿酒之法 这个地方位于湖南安化,叫做梅山 宋代之前,梅山地区因高山灭林 民风强悍,语言诸离,不与外界来往 这里的人民过着原始农耕,渔猎生活 形成了带有浓厚的乌文化色彩的原始 封闭的土著文化 长久以来便自成了一套自己的体系 在梅山的深山中有着数百种天然中草药 当地人民把他们酿成了酒后 出于对梅山王的尊敬与爱戴呢 把他命名成了梅山王酒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飞翼传承人 便是与之梅山王酒有着不解之缘的郭茂峰老师 郭茂峰是梅山王酒的第六代飞翼传承人 因为自小跟着父亲耳鱼目染治酒酿酒的过程 所以在毕业后毅然决然选择踏上了与父亲一样的 这座梅山王酒的传承道路中 见到郭老师的时候 从他红红的鼻头 便知他在平常也一定十分爱喝酒 还没等我们发问 郭老师便与我们说道 自己一天都离不开酒 要是叫他不喝酒 简直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 仿若一个嗜酒如命的人 说着还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尝尝他的酒 结果郭老师递过来的桑胜酒 我浅浅地尝了一口 入口便是满嘴的酒香夹着果香 细细品味之后 还可以感受到果酒特有的回甘 梅山王酒很烈 劲儿又很大 怕是稍微喝多点 都要拍不成这期视频了 开头我们也提到了 梅山王酒是用梅山地区深山蜜林生长的上百种天然中草药 然后巧妙地搭配上源自从国家原始祖传教股中分离出酒化酶 通过独特的加工技艺制作成梅山王酒药子 再以优质稻米、红薯、高粱等当地农作物为主要原料 选用冰字岩区、富含鲜、锡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的深山活泉 采用纯手工的酿造工艺制造出来的 下面我们跟随郭老师一起探寻梅山王酒的制作技艺了 在制酒过程中啊 酒曲是关键 首先郭老师带我们去深山蜜林中采摘野葡萄藤、野料子等种草药 用来制作酒曲 翻阅了一些记载 在吴静瑶的《太平开远桥志》中有所记载 梅山饮食习俗中写道 食则撩肉,饮则饮藤 都说明了梅山祖辈有利用野葡萄藤来酸酒、制酒的古老习俗 刚开始我都不认识这些职务 在老师的指导下对这些在城市从来不曾见过的植物有了认识 我们把野外采摘回来的中草药全部洗净、切片、捣碎 再按照秘方比例搭配白石头、白泥粉、油糠混合搅拌 这里的白石头是暗化特有的一种石头 可以起到碱性中和作用 一直没有查它的学名 认识的小伙伴也可以私信评论告诉我 只能放这么多 好 抽的 水能留货在一起 还要加点水吗 不要想放下 每一块都这么快 接着将压紧切块的中草药加入原始菌种后揉搓成龙眼大的小圆粒 接着将压紧切块的中草药加入原始菌种后揉搓成龙眼大的小圆粒 撒上粉 经过发酵、晾晒等工艺后就做好了我们所需要的梅山王九曲了 然后把洗净的糯米放入木桶内用大火蒸熟 盛出后加入梅山王九曲搅拌均匀 糯米太烫会把九曲里的菌烫死 太凉会起不到发酵作用 然而对于我这种没尝试过的人来说 我试着用手搅拌 温度很高我觉得非常的烫 郭老师却说他习惯了 我们将搅拌好的糯米放入桃缸中密封进行自然发酵 经过40天的头缸发酵后 颜色从白色变成金黄 澄清后再进行蒸馏 蒸馏是一项对酿酒要求很高的工艺 温度和火后都不能出半点差错 温度太高会沸腾溢出来 温度太低会烧锅 经过特定时间的自然发酵后 用家里传承的老木桶盛放蒸馏 根据锅家组上传承的口传心兽与密房要求 准确掌握火后 才能酿出色香味纯正的梅山王酒 蒸馏以后的新酒盛放三个月 沉淀过滤后进行蒸香 使得乙醇与它充分融合 再次放入缸中沉淀三个月 加入水果中草药等泡制一年 梅山王酒的制作就完成了 从小到大 目睹父亲从采药、制作酒药、发酵、蒸酒等制作工艺 其中的采摘中药材是决定酒好坏的关键 由于当地石山密林中野生的中药材为罪 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 而郭茂峰也和父亲一样 在梅山王酒的制作中势必恭亲 郭老师说 我爱喝酒 我更要做出最好的梅山王酒 随着新时代梅山地区文绿产业的兴起 以梅山王酒为代表的自然发酵 不含添加剂的土法酿制水酒 以绿色环保健康美味的时代特色 坚守传统记忆 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独树已知 弘扬传统梅山文化